好玩喔 看到溜滑梯 小朋友真的抗拒不了 这里是基隆中正公园 改名成了希望之秋儿童游戏场 原本灰灰旧旧的恐龙溜滑梯 在前市长林又昌任内 规划改造后大变身 请了不少家长 带孩子来体验新设施房间 感觉很宽敞 然后就是蛮适合小朋友游玩 在设计上面感觉上面都蛮安全的 那个好危险 感觉比较危险 这个感觉比较有设计感 家长大战安全又有设计感 从空拍角度来看 设施色彩缤纷 搭配植栽绿翼 圆弧洞线串联 更显同趣 只是10号开幕这一天 包括副市长等多位地方明代都来了 却不见前市长林又昌的身影 因为党的秘务长身份 在这个时机 我们觉得比较敏感一点点 身份比较特别 所以我觉得尽量任何活动都不要政治化 林又昌脸书发文说 谢国梁市长还是没有邀请我出席 自己向基隆市民报告 细数担任市长期间 透过都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把过去基隆的缺点变成优点 劣势变成优势 最高兴的是让基隆人相信我们做到了 基隆加油 字字句句充满开心看到基隆改变的心境 但重要时刻却因为政治因素刻意被忽略 应该不分党派 不分你的职位是什么 大家一起让基隆能够变好 这样才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大家长 应该有的一个风范 我们并不是专制独裁的国家 能够邀请其他的市长一起来列席 这是大家一起参与 共同参与的荣耀 应该要以这样的心态 我相信对谢市长来讲会比较健康 市议员纷纷为前市长抱平 而这也是继7月1号 城际转运站开幕式后 林又昌再度没有受邀 明新闻陈崇瀚基隆报道